郑爽一天赚208万 为什么同为演艺圈同行的我 一天只能赚120块再加两个盒饭呢 哈喽大家好 我看这两天呢 很多自媒体又在做这个关于郑爽的题目啊 我说实话 你们都是外行 你们都是门外汉 对吧 这个你再怎么弄 你们都是物理看花 不像我 我可是正儿八经的演艺圈人士 业内人士 知道吧 我是正儿八经的 跟一线大牌明星对过戏的 跟着剧组整个混过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趁着郑爽这个题目的热度啊 咱也蹭蹭人家这个热度 聊一聊这个演艺圈 我所经历的啊 今天的本意呢 不聊郑爽这个赚钱的事 对吧 关于郑爽那个赚钱 他一天赚多少钱 是吧 一部戏赚多少钱 大家去看新闻就好了 有这个网友比我算的更清楚 我就聊一聊这个演艺圈啊 我所经历的啊 我所经历的这个演艺圈 我个人认为呢 比较值得说的事 我为什么能接触到演艺圈呢 首先说一说背景 是因为经常看我视频的人 应该会这个会了解啊 就是我是在广东三四县的 一个小城市生活 我们这个城市呢 别的没有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经常接待这个全国各地剧组啊 来我们这里取景拍戏啊 这是事实 有这个现代的古装的近代的民国的都有 包括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影视城啊 所以说经常会有这些不同的剧组过来 过来拍戏 那么我本人呢 有朋友在我们当地呢 从事这个文化娱乐传媒公司啊 所以他之前呢 我就跟他聊过 我说哎 我说你这工作有意思啊 他这个工作性质很简单 就是相当于是各地影视公司 影视公司来我们这拍戏的时候 他们公司作为地陪啊 比如说联系什么 这个拍摄的场地了啊 联系拍摄的一些 比如说当地需要一些器材了 协调时间了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联系群演了啊 这些他们负责统筹 负责组织 那么我就跟他说 我说哎 你这工作有意思啊 我说这个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大牌明星来的时候 你跟我说一下 对吧 我对这个剧组啊 挺好奇 我相信很 我相信我们这个 这个看我视频的朋友啊 因为大家可能绝大部分人接触不到啊 因为这个这个行业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神秘的啊 结果呢 我那朋友呢 就找了我几次啊 有的时候是那个什么 叫什么 李诗诗 是吧 也有吴七龙啊 还有任达华 还有挺多的 但是大部分呢 都是那个 就是人家00后的这些小鲜肉啊 或者说是90后的这些比较年轻的时代啊 人家这些明星过来拍戏 本人呢 其实兴趣不大啊 哎 结果呢 2019年有一个机会 正好呢 也赶快 我那个 我那个时间段啊 没那么忙 谁来的呢 是那个 那个罗家梁啊 罗家梁主演了一部戏 这部戏呢 是央视啊 央视 然后呢 打算在这个庆祝澳门回归啊 周年 在那个时期播出的 是一部 也算是一部这个正剧 电视剧 结果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罗家梁来不来啊 可以过来看罗家梁 而且呢 在剧中给你安排个角色 我一想 这可以 对吧 罗家梁 我熟啊 我 这TVB当年 对不对 罗家梁什么天地男儿啊 罗家梁当年可是TVB 男一号啊 绝对的扛把子 我对他其实还是挺有兴趣的啊 没见过本人啊 这次就听说还能够安排一个 距离罗家梁是吧 这个最近距离一两米的这么一个位置的这么一个角色 还有正脸 还有特写啊 我想行 过去玩一玩 结果去了之后呢 啊 我在想啊 就当时是八点钟 我们到达这个剧组啊 就等于进场了 进片场了 呃 罗家梁来的比较晚 大牌嘛 来的比较晚 我就总结一下罗家梁 我看到罗家梁之后跟我的印象啊 第一本人相当瘦 真的 非常瘦 比你在电视机前 相比的话 他本人大概能瘦上三圈 就显得那个头挺大 身子很细啊 有点像是火柴似的啊 非常瘦 本人的也比电视机前的显得 显得憔悴一些 这是形象上啊 非常瘦本人 第二就是烟银很大啊 烟银很大 真的很大 他抽的就是那个电子烟 他可能为了方便啊 因为在剧组你拍戏啊什么 你不不方便 那个用明火来抽烟啊 他就抽电子烟 怎么说怎么反应他这个烟银大呢 基本上有他戏的时候 他把这个烟呢 就交给他助理啊 他不拍的时候 只要是镜头不拍到他 他马上就要从这个助理手里 把这个电子烟接回来 得抽两口 这是第二个 第三是什么 普通话忒差 你知道吗 普通话忒差了 本来我们这部戏呢 是罗家良同步的这个录音的 就是他说普通话 结果 这个现场啊 发生了这个 这个这个不可预料的 灾难性的 演出事故 就是罗老师这普通话说的呀 实在是上不了台面 基本上他说那话呀 跟他对戏的那演员啊 就接不上 而且整个那个 现场的那个语境啊 氛围啊 感觉很别扭 你知道吧 懂我意思吗 就大家都说普通话 都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结果呢 到他这就 他不光是香港枪的问题了 那个那个口音太重 回来老导演呢 试了几次 没辙了 后来就跟罗亚梁说 他说你叫不这样吗 你就对口行吗 凡是需要他台词的 副导演在那个幕后 就不露脸拿拿着稿子帮他念 他在前面对台词 他跟任何演员对戏 其实都是副导演的声音 后期再给他配音 具体那部戏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啊 这个 我在社区贴了我那个照片 然后呢 这是第三个啊 第四个我再说一下 我再剧组 我没想到啊 这个演员啊 确实是演员 要不然人家怎么说是 专业的呢 当然这个专业的这个词 你听完我解释之后呢 你自己去斟酌啊 嗯 几乎罗家梁跟现场任何的 其他演员 没有交流 罗家梁可能是现场 最大牌的吧 对吧 那么除了对戏 除了对戏 跟现场其他任何演员 除了他 除了导演 除了这个比如说执行导演 除了这些就是剧组的工作人员以外 他跟现场其他工作人员 除了他助理 其他人没有任何交流 这个其实让我挺吃惊的 说实话 我觉得好像我的印象当中啊 大家在一起拍戏 因为一拍多少天嘛 对吧 他不是一天就结束的 虽然说他通过不同个场景啊 是吧 今天action明天action 但是呢 你作为主演 你跟一些比如说男二号啊 女一号啊 女二号啊 相处的时间很长 我以为这个剧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对吧 比如说拍戏的时候 大家认真认真拍戏 把这个镜头一关 或者在这个是吧 闲暇的时候大家去聊聊天 因为我跟他们从早上八点一直跟到晚上差不多八九点啊 差不多十二个小时 但是我就仔细去观察他们整个的这个就是在戏外啊 在没有拍的时候我就发现 没有沟通零沟通 而且当时呢 剧组为了给罗家梁呢 就是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休息环境 而且给他在外面专门搭了一个帐篷啊 他自己单独的帐篷 然后呢 他没事就坐在那里抽那个电子烟 我不是说了吗 烟瘾大啊 或者说看一看那个本子 跟其他人没有任何交流 那么说到罗家梁呢 就说到我们这个大陆这边演员了 这里边呢也有一个比较搞笑的事 呃 你看我那个剧照啊 我自己截下来我自己截图啊 那个剧照 我当时呢是坐在整个会场的正中间 就是我是正对着罗家梁啊 罗家梁就距离我可能两三米吧 当时那个主戏台的位置啊 非常近 然后呢 这个坐我旁边隔壁的啊 我先我先坐嘛是吧 毕竟咱这是吧 咱这属于18线嘛 所以咱得提前去 咱做好 导演的布置好 接下来呢就是绝啊 拿我们这个行话叫绝 陆陆续续进场 哎 坐在我旁边一个老师 当时我就看着 我就看着他 就越看越眼熟 我说在哪见过呢 当然不是说这个现实生活中啊 我说的就是这个电视上 荧幕上 我说在哪见过呢 就怎么想想不起来 怎么看怎么眼熟啊 但是呢 我印象当中 我应该是这个 不是最近在这个荧幕上见到这个演员 应该是有那么 有那么一段时间了 但是怎么看怎么眼熟 因为那个老师长得特别 特别的这个辨识度很很高啊 他不是那种大众脸 哎呀他就坐旁边 咱也不好意思问 对吧 你怎么问呢 你说老师不好意思啊 你叫什么 对我看你眼熟 我想不起你叫什么了 这家是话说的是不是有点伤人呢 对吧 哎结果这个这个旁边这老师呢 倒挺还是挺开朗的啊 他可能看了我多看了他两眼 而这老师就主动的就问我啊 他说哎 他说那个你是不是看我眼熟 哎 我他一说这话 我得赶快接了话茬 我说对对对对 我说我这个人呢 这个脑子不好 是吧 记忆力不好 有的时候呢 这个过去就忘 但是您的确是 我是经常在荧幕上见到您演戏了 对我得夸两句啊 是吧 您肯定是一位知名演员 但是说实话 我真的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我说不好意思啊 那老师说没事 他说那个我给你提个醒 他说西游记86版的你想想 我在那部戏里有过角色 结果他这么一说 我立刻反应过来了 当时啊 我这是立刻就反过来 没有半点这个迟疑 这位老师是是在86版西游记的 你知道演什么的吗 演小那个什么白龙马的 如果说你对86版西游记印象深的话 你像我们这个岁数的86版西游记 可能看了N遍了 那里边好多角色 除了你是吧 被化妆成什么猪头啊 被化妆成什么这个妖怪 那个妖怪不像真人那种啊 只要是你露真面目的 基本上我都能认出来 所以他一说86版西游记 我马上就想起来 哎呀真的就是白龙马的扮演者 王老师 王老师 当时我想哎呀 确实是确实是您 他就说说你看 我不提 你想不起来吧 哎呀 我就说我说 我说是是是是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啊 哎 这就中间是个小插曲 我觉得那王老师还是挺和蔼的啊 大家还能聊聊天 呃 剩下的就是坐在我后面的 有那么一男两女啊 男的叫孙坚吧 女的叫什么 我不记得了 那个就属于是人家的小鲜肉级别的演员啊 孙坚 我说实话我也没看过看过他戏 我那天我是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一位演员 我就是冲着罗家良来的啊 另外我就想体验一下剧组的这个生活 呃 说到这呢 我就想说 现场我们有很多人啊 百事好人 我就说群演类的啊 我像我像我这就比较特殊 我就等于过来玩的 有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做那些人 都是些群演 群演是谁呢 都是大部分是学生啊 学生 他们的待遇是什么呢 就是一天 不是呃 就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十块钱 中午管顿饭 刚开始说的是什么呢 刚开始剧组给跟那个 大家说的是从八点 搞到晚上五点啊 就散伙 就是按照时间算嘛 对吧 四个小时加五个小时 等于就是 九十块钱啊 然后呢 管一顿中午饭盒饭也就是 呃 结果呢 这个戏呢 中间拍呢 就出现了一些小状况啊 因为你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小意外 这个也难免 这个等于是这个进度呢 就延长了一下 本来呢 今天要拍的几个镜头呢 就没拍完 回来这个导演呢 就跟这个 当时啊 我们的我我这个朋友啊 这个文化公司啊 就联系 他说你要不跟群演说一下 对吧 今天加个班啊 然后呢 把这戏拍完 拉倒 当时呢 就会这个我们的朋友就跟 这帮学生也好啊 就跟他聊 他说哎呀 要不 是吧 大家辛苦一下 再再再加个班啊 一个小时还按十块钱算 呃 正好跨了一个晚饭嘛 就等于我们再管一顿晚饭 学生嘛 在校大学生 有些人呢 就没什么事 就同意了 但是有些人呢 人家可能是晚上有活动的 对吧 你看这个年纪的晚上 而且当时我记得是一个周末呀 还是个什么时候 我不太记得了啊 有些人呢就不太愿意啊 就多少有点情绪 所以说当时呢 就跟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 我同学 我我朋友这个公司啊 就中间有一点小摩擦 啊 就有点小摩擦 按理说呢 你刚开始答应人家五点就休工 这个时候你让人家加班 其实是人家是有一个自由选择的一个过程的 但是说如果说你这呼噜呼噜都走了 确实你这个后面这个场面就撑不起来了 这戏就没法拍了啊 再加上这个学生啊 我发现啊 年轻人还是不太好管 这个剧场啊 我们有一个要求 就是坚决不让带手机啊 一个是影响你拍摄 另外一个就是他有一个规定 就是坚决不允许在拍摄当中跟演员合影啊 因为他也担心有一些 比如说大家知道啊 剧透剧透就这个意思 对吧 你不能说哎 我一看见我喜欢的明星 我赶快啪啪啪拍几张 我发碰了圈 这也不行 这是坚决禁止的啊 但是呢 有些学生呢 就比较调皮啊 就偷偷摸摸的就 就没交手机 或者说他俩手机 他只交了一个 在这个 我记得非常清楚 中间有两三次啊 这个导演呢 本来可能演了四五分钟了啊 正在这演呢 主演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 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正在这说台词呢 大家这个情绪呢 正好也都在这个点上啊 结果突然你就听见这个 半空中啊 一声霹雳 你知道吧 导演嗷一嗓的 是吧 干嘛 结果导演就从幕后就冲出来了 因为导演在外面看监视器嘛 就冲进来了 冲在之后 第几排 是吧 左鼠第几个 那个男生啊 你怎么又拿出手机来了 因为他有俯瞰的镜头 他能看见你 知道吧 有些人呢 可能就群演吧 他以为这个镜头照不到他 他突然微信响了 他偷偷摸摸的想拿这个手机 过来回微信 结果这事都被导演发现了 就因为这事中间还差点闹出口角啊 有个男生性子挺火爆啊 这个本来就是让人家加班啊 也勉勉强强留下了 结果呢 好像还因为这个手机的事 不让他看手机的事 跟那个我我公司那个 不是我公司 我朋友那个公司 他们的工人员产生了这个碰撞啊 后来呢就是闹得也是不欢而散 哎呀总之反正从八点一直搞到差不多晚上八九点 十二个小时就一百二十块钱 加两个盒饭 这个钱呢 不是剧组直接给群演的 全部都是经过我们我朋友这个公司啊 因为他中间也要赚钱的嘛 具体这个剧组给我朋友这个公司群演多少钱 我就不透露了啊 我就不透露了 那么他找群演的这个价是由他定的 知道吧 他给你一小时十块也可以 是吧 讲举个例子啊 他给你一小时二十也是他 给你一小时五块也是他 由他定 知道吧 当然他们有一个市场大概的一个规则 他们也会根据这个系 啊 这个系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系可能稍微艰苦一点 比如说在室外 大夏天 那可能呢 一个小时可能就可以给你到15块钱 16块钱18块钱都有可能 如果说这个系呢相对比较轻松 比如说我们这个系是吧 在室内你就说坐着就好了 大部分群就群演是没有机会 有个别群演有台词啊 非常少非常少 几乎是不需要台词的 你就配合就好了 比如说需要鼓掌就鼓掌 需要笑你就笑 需要你往哪看就往哪看就完了 知道吧 大部分时间就是坐着啊 但是你说累不累也累 让你连续做12个小时 当你中间可以休息啊 但是呢休息的时间比较少 因为群演是要配合所有的男一号 男二号 女一号 女二号 知道吧 男一号的戏完了 他去休息了 结果女一号的戏来了 你还得陪着女一号演 只要需要你当做这个人肉背景的时候 人肉看板的时候 你就要在 知道吧 所以为什么我说群演这一小时10块钱啊 也不容易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在剧组待了一天 当然很多学生 我猜啊 他们也是为了玩 知道吧 也是过来图新鲜啊 抓壮丁抓过来的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第二次他就不想去了 觉得确实辛苦 而且真的是需要你耽误你一天时间啊 你这100来块钱管你两顿饭 你自己衡量咯 但是呢 什么样的人特别喜欢当群演呢 就是大叔大妈们 就退了休的在家 知道吧 又不用带孩子那种 哎呀 我朋友说了 那家伙踊跃的我跟你说 恨不得一天五块 一小时五块钱他都去 有些人呢 不是为了赚钱 有些人就是为了打发时间 而且他觉得有意思 你知道吧 大叔大妈在一块热热闹闹是吧 还能拍戏 对吧 然后到时候那个上映了之后 我这里边还有一个镜头或两个镜头啊 不一定是正特写 但是隐隐隐约约 因为能照到他 他觉得很开心啊 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有一些呢 是这个片子里呢 可以带小孩去 因为小孩有时候 他也需要这个群演呢 那正好大妈就带着孙子啊 比如说三四岁 幼儿园五六岁 我女儿也去过 我女儿曾经有一次 我妈带着他去的 也是我这朋友叫的啊 说要不要来啊 让阿姨带着这个 带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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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侄女是吧 过来玩一天吧 当时还拍了个古装戏啊 但是他们还负责车接车送啊什么的 在我旁边在我们旁边一个镇里拍的取景 听我妈说的挺有意思啊 拍的挺有意思 但是呢 就是还是那句话 你看你跟哪个剧组啊 这个剧组这个戏辛苦你就稍辛苦点 这个剧组戏不辛苦你就不辛苦 有看运气 哎呀扯了这么多 没说这个郑爽这个收入的事儿 其实大家通过我这个描述啊 你可能也大概了解了 这个剧组的 现在中 我不知道这个国外的剧组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投入的他这个分配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这些演员的收入呢 的确是有点过了在我看来 国家已经很早之前已经下达了那个 叫什么献心令 是吧 正常情况下一部片子的这个个人收入 不允许超过5000万 我记得5000万好像是一个税前收入啊 你一部戏不能超过5000万 那么5000万呢作为一个 呃这个东西好像他也不是一个强制规定啊 他好像是一个 我不知道我不太了解 反正我只是听说听他们聊啊 大概有5000万这么一个数 但是呢 你说你非要给他1.5个亿1.6个亿 这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一个周一打还盖吧 也是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事儿 对吧 所以说 他得钱多少 这是次要的 郑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这个阴阳合同和这个偷税漏税的问题 这个是比较要命的 是吧 前些年范冰冰不就因为这事儿吗 最后被罚了8个亿 到现在 范冰冰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走到台前 你算算这么多年 范冰冰因为 不光是损失了8个亿啊 这么多年他丧失了多少演出的机会啊 他远远超出8个亿的这个损失啊 所以郑爽这次的事儿啊 再结合他去年搞的那个叫什么代孕那个事儿 郑爽这次真硬了郭德纲说那话了 爽死了 真的就爽死了啊 而且他这次呢 又把演艺圈的一些 其实都是一些半公开化的一些灰色的东西呢 又给揭开了啊 可能给演艺圈很多明星啊 也带来了一些其他明星 也带来一些其他不必要的困扰 难道仅仅是郑爽一个人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了啊 你这个牌越大 可能这个存在的这个问题 存在这个风险就越高 所以我跟着剧组混了一天 对吧 嗯 之前也有混的 比如说那个前些年拍的那个破冰行动 大家知道吧 破冰行动 我在里边也混了 但是没有这个电视剧 因为这个露脸了啊 露的特写露的这个 正儿八经露的时间还挺那什么的啊 挺长的啊 所以我就不透露这个片的 具体的这个片名了 破冰行动 当时也在我们这拍啊 当时我们也去混了一下 我们就是为了玩 是吧 本来想的呢 凭着自己颜值是吧 凭着自己的能力 想在演艺圈混个是吧 这个 混个五六呢 结果去了之后呢 马上就失望啊 为什么一看导演全是男子 对吧 你没机会潜潜规则别人 也没机会让别人潜规则你 得了 垃圾不倒 是吧 干回自己老本行吗 把这个东西呢 就纯粹当一个娱乐的事儿 看看得了 呃 总之反正金字塔呢 顶端就那么多人 啊 但是呢 这个 就那几个人 他可能反倒拿了这个剧组所有的 投资的一大半走啊 这个是中国影视界的一个现状 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叫什么 一个一个一个怪的现象啊 我只能说它是一个现状 需要怎么去规范啊 你问我 我也说不清 对吧 国家下了这么大力气整顿 不是依然爆出像郑爽这个事儿吗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搞定的 只不过是呢 这个事爆出之后呢 只会引起了我们这些普通人啊 这些烦人的一些心理上的反差 觉得心里非常不爽 是吧 我打工他们一两千年 不吃不喝 我才能赚够你一部戏的收入 所以 唉 1.6个亿 对于很多人来讲 天文数字啊 是吧 不可企及的数字啊 做梦都想不到的数字啊 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做外贸的吧 做实业的话 如果你想赚1.6个亿 你要投入多少啊 无论是你资金的投入 还是你精力的投入 而且你要面临多大的风险 但是你简简单单只是演一部戏 对吧 你唯一的投入就是你自己 然后呢 我看不到你的风险在哪 说实话啊 我不是看不起这个演艺圈 这些演员们啊 我们觉得他也是专业的 人家也是这个敬业的是吧 很多人也是不错的 但是说实话 你跟你的收入跟那些 投实业的这些老板比 你的这个投出投入产出的这个回报率啊 啊 没法想啊 这可能也是造成了很多人觉得不公平啊 心理不平衡啊 的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 也可以理解 嗯 但是如果说你说国家介入过多 似乎呢 也不太好 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 国家可以出手做一定的规范是吧 任何行业都要有一定行业的规矩 但是呢 有不便把这个东西呢 闹得太条条框框啊 两难了 说实话 确实两难了 你再去骂他是吧 你说哎呀 人家科学家是吧 一年才赚多少钱 是吧 你这一部戏赚多少钱 包括我们那些 在深山里啊 知教的那些老师 就是你看他一个月才赚多少钱 他受什么样的苦 但是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多少 你所看不到的这些贡献 也许我这么比 有点不伦不类 啊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 说实话 不公平 确实不公平 对吧 你合上那句话 对吧 你作为一个群演 12个小时赚120块钱 但是你像 如果说像郑爽啊 拍这部戏的话 同样12个小时一天 他就赚了208万 去哪说理去呢 对吧 对吧